西蒙政府上台已经有20个月 何时兑现竞选承诺一直备受关注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指出 西蒙目前已经兑现了60%的承诺 他们会从明年起逐步落实 其余40%的承诺 林冠英有信心 西蒙能够在2023年之前兑现所有诺言 另外针对有敌对正宁不断操弄课题批评他 他说他会效仿慈激 以爱与慈悲的精神 来看待憎恨绝对不会一牙还牙 财政部部长兼八眼国会议员林冠英 今天到槟城北海参观电子图书馆后 在记者会上说 首相敦马哈迪已经说过 政府已经兑现六成竞选宣言 林冠英说明年将是一个关键年份 政府将开始逐步落实其他承诺 Bedan Menteri ter meyipukan bahawa 60% daripada janji-janji manifesto Pakatan Harapan telah pun ditunaikan tinggal 40% 那是由於我們必須選擇 在前方的監獄 他最後能夠成功到2023年 所以2023年是最重要的 為了監獄 為了監獄的監獄 林冠英說西蒙政府連接管理國家 避免浪費公款 他也列舉多項政府上台後 所推出的立民政策 例如取消GST消費稅 降低燃油價格 以及推出公共交通月票卡 另一方面林冠英 不交慈濟洗身中心稅務豁免公函 根據東方日報報道 林冠英說即使面對敵對陣營的憎恨對待 但他依然效仿慈濟的大愛精神 用愛與慈悲來回代 例如貸款給多次批評他的吉蘭丹州 有新年給他9200萬 新年給他一筆 就是最近當給了是嗎 最近他給了 我有講過 可是沒有什麼報道 就像他是天天用揍我 罵我 批評我 哥哥說 因為你是非非教徒 沒有資格當部長 尤其是財政部長 不能給非非教徒當任的 我們還是給 因為你不要以牙還牙 剛才有強調了 他們用憎恨你用大支揮 他說財長必須不分種族 以及宗教完成任務 他希望有一天老天有眼 可以感動他們 NTV7 濱城採訪報導